那我們今天的上課的資料都會在這個網址裡面 所以大家回去就可以從這個網址下載 主要是一個投影片 還有一個中國地圖 這個中國地圖就是我們上面是有坐標的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它來做一些地理資訊系統的處理 好 那什麼是CV 先講今天工作好 這就是投影片的好處嗎 那你不會講不該講的話 好 好 我們今天這個就是要介紹CVDV 那所謂的CVDV就是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中國歷代的木傳記資料庫 那它是由這個全球三個頂尖的學術機構 所合力完成的 那就是哈佛大學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十一所 中國的北京大學 所以呢 這個資料庫的完成其實怎麼樣 已經大概歷時大概十二年吧 2016、11年 所以已經十三年了 那在這十三年裡面投入的人力、精力、金錢 大概用台幣算的話應該數以千萬計 那這麼 就是說 投入資源龐大的資料庫 可是我們現在卻可以怎麼樣 下載在我們個人電腦使用 所以不了解或是不使用實在是有一點可惜 尤其就是說 你的領域 如果是和它相關的話 所以 我們當然就是在這邊一方面介紹它的功能 一方面也算是推廣 那除了這樣的推廣以外 那更是就是說重點是要介紹 就文室學科的同學 能夠了解資料庫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如果了解了這資料庫的一些基本概念呢 就可以把怎麼樣 資料庫當作一種研究方法 那事實上 當你在想像要怎麼樣處理資料的時候 那資料庫的方法有了以後 那你對資料的感覺就會怎麼樣 就會很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這個工作坊的目的 那CVDV是什麼呢 CVDV 這個連接到我的辦公室的電腦 因為這個軟體跟怎麼樣 跟錄影程式充 所以只好這樣遠去的 好 把它關掉好了 太 太阻礙了 已經把它Copy到一個 那CVDV是什麼呢 那CVDV是一個關聯式資料庫 怎麼好像沒有麥克風 你們OK嗎 OK 那什麼叫關聯式資料庫呢 現在我們先請大家 我們今天還是少說多做的原則 所以先請大家打開這個CVDV 那我們的這個大助教呢 很激薄的幫大家把這個資料庫準備好了 可是如果你們是在家裡要用的話 其實你們剛下載檔案的時候 有一些小地方要注意 那我現在大概就在利用螢幕 跟大家解釋一下 然後 這個因為哈佛剛剛跟中國的某個商業公司簽約了 所以他們就是從這一版以後的版本 可能以後就要怎麼樣 也不知道要怎麼收回 不過 不知道會不會再完全開放 這個是一個問號 不過至少這一版的 還有它的資料 應該還是 就是可以使用 好 那大家現在在螢幕上看到的呢 基本上是兩個檔案 那兩個檔案呢 有一樣的地方 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兩個檔案呢 都是從這個哈佛的網站下載的 下載以後呢 你就把它解壓縮 到同一個資料夾 你要換不同的資料夾也可以啦 可是就是要有一些準備的動作 那我現在是 示範 把它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那我們要操作的呢 是要打開 這個後面是 USER的 這個資料夾 打開以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那因為是網路下載的資料 所以都會有這個警告模式 我們就 啟用內容 啟用內容以後呢 如果我們按 它的 預設的功能 所謂的預設的功能 就是我們一進去以後 它就會有一個功能表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要介紹的目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怎麼樣 就會出現一個錯誤的訊息 那這個原因呢 是因為它原來的這個 後面的程式呢 是在32位元時代型的 那現在大部分的電腦 都是64位元 所以 在微軟 這個 升到 這個64位元的時候 它把以前的一些功能取消掉 所以 就會有這個現象產生 那有這個現象產生的時候 就請大家按結束 那 有的 我們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再重開就好了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重開 會不會好 那個漢翔 你當初是怎麼做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它還是會有錯誤 可是這裡的錯誤 和剛才的錯誤不一樣 這裡的錯誤是說 你沒有連結 那沒有連結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它 剛才那個參照庫的問題已經消失了 可是它沒有連結的問題還存在 那那個沒有連結的問題就是我們要連結兩個資料表 這User 和Base 那這個就我們剛才看到的兩個資料 兩個 檔案 他們後面的名字不一樣 所以你就 把這個移到資料表 移到資料表以後呢 按 右鍵 按右鍵以後呢 這個倒數第三項有連結資料表管理員 它有安全性警告 文信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再開啟就好 再開啟就好 然後它就會跳出來就說 這些檔案都是必須要被連結的 那你要到哪裡去找他們呢 你就把這些檔案全選 然後這裡有一個保持在新位置的提示 就萬一你那個檔案你又改變位置的話 可能會找不到 那找不到 其實應該會有錯誤信息出來 那你就知道可能是沒有連結 然後 弄好以後你就按怎麼樣 按確定 按確定以後它就會問你說 那你的檔案在哪裡 那我剛才是用CBDB 所以我們就回到 我們放CBDB檔案的那個資料夾 然後選取BASE 然後再開啟 然後它就會進行連結 連結好了以後 它就跟你說 所有的資料表已成功連結 那這樣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它的預設功能 所以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 當你第一次進入的時候有錯誤訊息沒有關係 你就把怎麼樣 這個SS關掉 再開 第一個錯誤 就能夠這個解決 那第二個錯誤呢 就是你資料表要先連結 那如果你資料表沒有連結 那 這個 就會出現我們剛才那個錯誤 那資料表 兩個錯誤都解決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這個使用 它的 這個基本功能 這樣 OK嗎 所以呢 現在請大家 把你們 桌上的 那個CBDB打開 那 讓它 讓畫面停留在怎麼樣 這個 預設的 功能表的 情況 OK嗎 啊 有問題的話 請 請舉手 你看有沒有另外一個台 可以請 有 有老師嗎 來 你好 李老師 啊 有問題的話請舉手 因為這個 沒問題的話 我們要繼續下去了 啊 就你們現在 說桌機上面的那個CBDB 是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就不會出現剛才兩個錯誤 因為大助教已經幫我們解決了 好 那 這個是我們剛剛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所謂的 關聯式資料庫 就是有很多的資料表 所組成的 那 我們開一個 譬如說 這個 傳記資料表的主要資料 是在這裡 我們敲兩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資料表 那所謂的資料表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和Excel的 啊 試算表一模一樣 啊 所以你可以 也可以和Excel的操作就怎麼樣 點啊 這個 左上角就選取 然後你其實可以就 把整個資料貼到Excel裡面 那 我們之前的課程已經 看過Excel的計算能力非常強大 那 你如果 就是說 在這個資料表啊 SS的裡面的資料表 它有很多光榮期三 那 那個Excel是怎麼樣 啊 非常類似的 好 那 我們 這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資料表長什麼樣子 那 如果你再看檢視呢 啊 就可以看到怎麼樣 啊 它資料表就是由一個一個的欄位 啊 啊 所組成 那每一個欄位呢 後面有它的資料類型 啊 啊 就是利用這樣資料類型的指定呢 那資料庫 比如說龐大的資料可以怎麼樣被電腦 啊 處理的很快 啊 所以 啊 所謂的關聯式資料庫就是由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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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資料表 所組成 啊 組成了以後呢 啊 再藉由怎麼樣 相同的欄位 把它連接起來 啊 那它主要的概念呢 啊 這個其實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啊 所以它主要的概念就是說 啊 以 啊 這個最重要的那個實體 啊 來 建立啊 它的啊 主資料表 比如說 啊 在這個圖的話 啊 我們可以看到是怎麼樣 啊 是 people places 所以 比如說你有一張資料表 那這一張資料表可以回答什麼問題呢 可以回答who的問題 是誰 所以這張資料表的主體就是怎麼樣 很關於人的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怎麼樣 是誰 還是說是朱熙 是書士 是王安石 是 裝袋 好 現在你再加進一張資料表 這張資料表是關於怎麼樣 關於地點的 所以你就可以回答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在哪裡 所以你就可以回答 高雄 台北 上海 北京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上的人 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兩張表連起來 連起來以後你可以回答什麼問題 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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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成 我知道現在時間很早 某人住在什麼地方 好 很好 什麼人在 我們沒有說是住 因為我們沒有說人和地方的觀點是住 所以我們不知道它是旅遊 它是怎麼樣 可是現在我們可以回答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人在什麼地方 所以這個就給大家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這樣子關聯式資料表怎麼樣 它就可以變得很強 變得很強 你就可以看到 下面呢 我們再加入兩張表 那這兩張表呢 我們先看下面那一張 下面那一張叫做 People Place Types 就是為什麼這個人 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像剛才能成說的 住 就是他居住在這裡 居住於 所以你看我們可以描述的怎麼樣 就有更多了 我們等於是會說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的問題是怎麼樣 什麼人因爲什麼關係 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看 就把這個 多一張表就多一個描述的功能 然後呢 我們用第四張表 把這三個東西連起來 因為他們本來是分開的表 一個是回答是誰 一個回答是在什麼地方 一個是回答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用第四張表 把這三個東西都連接起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回答 什麼人因爲什麼人 關心在什麼地方 好 如果我們在下面那張表 再加上一個時間的指標 因為我們都知道時間 單獨成了一個表 非常奇怪 因為時間 你不可能把每一秒每一分 都單獨列成一個資料 基本上是無限的 所以如果譬如說 我們在什麼人因爲 在原因那邊 多列出一個時間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回答什麼問題 什麼人在什麼時間 因爲什麼關係在什麼地方 越來越來越接近什麼 資金越來越接近什麼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表達方式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庫很厲害的地方 先把它切開 再把它聯合起來 那 就可以進行怎麼樣 很多層次的組合 OK 所以 這個就是 關聯式資料庫很厲害的地方 那他之所以要這樣切掉 再處理 因爲他這樣 切掉再處理 那他速度可以變快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是 這個CVDB裡面 主要的 這個一些表格 就 你可以看到他總共 是以人為中心的 那最重要的 有五種表格 最中間的就是人 在旁邊的 在 左上角的 就是地點 在 這個 右上角的 就是社會關係 在右下角的 就是官職 官位 因爲在 帝製中國時代的時候 這個 四人精英 最重要的 一個生涯 就是 示范生涯 然後 在 左下角的 就 親屬關係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 就是 這五個 最重要的 表格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 有了這個表格 你就知道 可以問很多問題 什麽人 在什麽地方 什麽人 有什麽社會關係 什麽人 有什麽親戚 什麽人 當過什麽官 那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你可以把這些關係 怎麽樣 再進一步的 關聯起來 那 關聯起來以後呢 你可以做的事 就變得更複雜了 你可以問說 什麽人的 什麽親戚 有沒有當過什麽官 OK 所以這個就很厲害了 或是 A 當過的官 裡面的那些人 同樣當過 這些 這個官的人 有哪些親戚 那就看你的 箭頭的方向 要怎麽樣連結 然後他的可能性 你看 就是在這樣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就可以變得怎麽樣 很複雜 那這個就我們說的 一個人 那你 就同樣在那個 以人為中心的話 你就可以把他 想像成什麽樣 一群人 哇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這個 關心資料庫 可以問的問題 就變得 非常複雜 你可以人 到親戚 親戚 再回到人 就是說 人 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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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我的 叔叔 叔叔的 太太 然後太太的 爸爸 你看 人 經由親属 關係的社會網絡 就可以變得 非常的複雜 所以 這個就是 兩階的 我們說 關聯的轉換 價格 那你問的問題 就會變得 非常複雜 你可以問說 我在 清華的時候 有哪些 社會關係 那從這樣的問題 變成說 到底有哪些 社會關係 在清華 花 花生 你看 把人當作是 關係裡面的 配角 而不是主角 你可以問一個關係 和一個地點 這個是怎麼樣 以前的研究 我們其實很難說 以前的研究者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大部分的 在人文社會學科的問題 大部分以前的學者 都想過 只是他們沒有工具做 我們現在 很容易做 你想想我剛才那個問題 在清華大學 過去50年裡面 到底發生過哪些社會關係 就這樣的問法 在以前沒有以人為中心 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可是我們現在 等一下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我們可以做 進行怎麼樣 社會關係的研究 而副裂掉就個別的人 所以這個 就是很奇妙的 那你當然可以怎麼樣 再駕轉 四個點 所以你就可以 這四個點就可以 跑來跑去 或是駕轉五個點 那下面呢 我們就很快的看一下 就是這樣做以後 那我們今天的目的 會達到什麼樣的成果 那大概 就是 所謂的資料庫 就是把一堆資料 用一個結構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關聯式的結構 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呢 可以很快的進行怎麼樣 大量資料 資料的檢索 檢索以後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 擷取出來 擷取出來呢 就可以進行怎麼樣 資料的轉換 從文字變成數字 從數字變成圖表 從圖表變成圖像 那這個 比如說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是怎麼樣 是華谷山的 他們的研究平台 就當然是針對 他們的Cβ 中華電子化貨點 可是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概念 這個 最 變成 自動橙層 那個延伸模式 好 最 這個左邊呢 這個就是GIS 我們說地理資訊系統 那這個 很明顯的是在Google Earth上面 直接出現 那這個我們今天 有時間的話 應該會有時間 應該可以操作一下 中間這個呢 是所謂的社會關係網絡圖 就我們剛才的親屬關係啊 社會關係啊 怎麼樣變成是一個網絡狀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什麼 看到我們常常在人文研究裡面 所說的影響力 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可是你其實可以把它圖像化 圖像化出來的 你就可以看到 到底誰是最有影響力的 就很明顯 就大概我們大家會說 有最多社會關係的人 就從某個角度來講 是最有影響力 那這個最右邊呢 那是一個時間線圖的呈現 好 那CVDB呢 它原來做一個資料庫 那所謂的資料庫的最大的長處呢 就是它可以處理大量資料 所以它其實不是為了查找 這個個人的這個資料來進行的 那它的主要的目的呢 其實是三個 那第一個呢 就所謂的集體傳記學 那所謂的集體傳記學 就是研究一個群體的 的一些特性 例如 此時此刻 我們這些人 為什麼會同時在這個空間裡面出現呢 到底我們有什麼樣的社會屬性 會讓我們 會讓我們 就在這個 此時刻 此刻一起出現的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怎麼樣 群體 集體傳記學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更普通的 這個 集體 傳記學的例子 譬如說 宋誕的禁事 他們爸爸也是禁事的 佔了所有禁事的多少怕 就你問的怎麼樣 問題 不是集中在於個人 而是怎麼樣 是集中在一個群體 這個在譬如說CBDB 從 所有的人的 平均年齡是多少 問的是一個 所以這個平均年齡 這個 有了這個平均年齡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人到底 就在資料庫裡面 到底他的年齡 算是長瘦還是短瘦 你看 可以把長短 這種 就是說 我們說 直性的描述 變成怎麼樣 具體的描述 這個是我們文史學科 比較少想的 社會科學當然就已經很習慣這樣 可是這個其實是 我們可以學習的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在寫 博論的 開始的階段 就去我們的寫作中心 結果他主任說 說 你進行到什麼階段 我說我還沒開始 可是我很想知道 就是應該怎麼進行 結果他就把我帶去 然後你那個 寫作中心的主任 你坐下來問說什麼 那你要回答什麼問題 你的博論要回答什麼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那你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你有幾個變數 就完全是社會科學的怎麼樣 這個思路 我一聽就整個愣住了 尤其是中文系的同學都比較怎麼樣 知道我們要研究什麼主題 可是不曉得我們是要研究那個主題裡面的什麼問題 就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然後我們即使問出問題以後 我們不曉得要怎麼樣去解決那個問題 那你看社會科學的訓練就很簡單 你要問什麼問題 第二個 你這個問題要用哪些變數去衡量它 一下子你就可以想出很多具體的東西 什麼叫文風的改變 文風的改變可不可以變成是 設定變數來測量 等等等等 我在那個時候 雖然因為 還在論武非常 非常起初的階段 不過對我來講 說是一個震撼交易 那你回去就 整個晚上就在想這件事 所以覺得是很 很可以我們參考的 這個就我們說跨領域思考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群體傳記學 我們就可以做怎麼樣 做比較 在唐代的四人的 平均年齡和宋代四人的平均年齡 應該是說四人家庭 不然你說哪裡有四人 那一歲就死掉 那就是四人家庭平均年齡 你就會看到其實是怎麼樣 在唐代和宋代是非常類似的 曲線 那第二個大的方向呢 就是社會網絡 那社會網絡 是起源很早 不過它得到比較 長足的進步 那這個長足的進步 同樣的是怎麼樣 寬法學上的進步 是在1970年代 那它 這個早期發展就是一個 就有一點像我們台灣的怎麼樣 這個 那個叫什麼 喝了水 腳會有問題 烏腳病是不是 這烏腳病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這個如果你能夠發出它的 就 關係網絡的親近性的話 你大概就 比較很容易就找出 到底是水有問題 還是地點有問題 還是哪一個因素有問題 因為這個在 社會網絡的分析上 應該是英國的有一個 什麼 傳染病 那就是井水有問題 那它其實就是用這個概念 去把它分析出來 那所謂的社會網絡呢 就基本上 它不 就打破怎麼樣 社會學以前的怎麼樣 就是agent agent就是行為者 行動者 和那個structure的概念 structure就是結構 所以 到底是結構決定行為者的行為 還是行為者可以改變社會結構 這個社會學裡面的一個 標準的問題 那社會網絡呢 重視怎麼樣 行為者和行為者之間的關係 所以 現在這個例子 就是 蘇西那個年代 利用蘇信往來 就是我們 就是他們的做法 就是從全宋文裡面 去 把全宋文裡面的怎麼樣 蘇西那個年代 在前後的四人 蘇信往來 如果你有一封蘇信往來 你就和這個人有一個蘇信的關係 畫成了圖 那就是這樣 中心點呢 是蘇西 因為全宋文裡面 總共收了多少蘇信啊 私人蘇信大概總共收了一萬 八千首 就一萬八千封 蘇西有多少蘇 蘇西的數量大概是 兩千 兩百到兩千四百 所以就佔了八分之一強 很厲害 這個呢 社會網路 就是說了 我們有這個工具以後呢 工具就怎麼樣 可以進一步的被優化 所以 這樣的圖 我們看得出來 很難看得出來什麼東西 我們就把 關係比較弱的線呢 都拿掉 就清楚了 就顯現出怎麼樣 這個重點 這個也是 我們今天 會操作的 可是 Gathy在我的電腦上 不能跑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醜的 就是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比較醜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把輸出的資料 那賄賂Gathy 就會得到很漂亮的圖 那就是社會網路 所以同樣的 就剛才那個重點 以前所說的什麼影響力啊 這個那個就是抽象的概念 我們可以怎麼樣 你看 把它具體的圖示畫 這個是 李祖謙和 這個還是朱希的社會網路 這個就是用Gathy發的 可以看到漂亮很多 這個是朱希的 就以朱希為中心的 蘇姓網路圖 這個呢 就更厲害了 這個就做地方史研究 然後就研究那個 那個 普田呢 就是在一個時段裡面 他的 考上近視的人 的之間的婚姻關係的模型 模式是不是有改變 那你看這個也是 這個很難做的 因為我們讀資料的時候 總是怎麼樣 總是個別的資料 你的鎖碎的資料 你從這個鎖碎的資料 你很難 由人腦的組織 去把它變成說 一個比較明確的 大概大家感覺 可以說 這個人有這樣的批評 那個人有那樣的評論 所以大概是有什麼樣的變化 可是 現在我們經由把這些 鎖碎的資料 都記錄下來 然後做怎麼樣 整體式的呈現 就可以看出怎麼樣 它區段的變化 前面呢 有幾個家族的 為中心就控制了 當地的那種 示範的之路 下面呢 就已經非常靈散了 就權力的中心 就是比較不集中 好 這個是剛才的那個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 用不同的變數 變數呢 在我們一般的電腦操作 就叫怎麼樣 選項 那我們就改變這些選項 我們就可以很即時的 怎麼樣看 很多的 不同的結果 那因為它 結果顯示的很快 所以我們更要小心 就是說這個結果意味著什麼 那通常 因為它可以顯現得很快 所以我們 應該盡量想 想出我們的變數 然後用我們的變數 去觀察 就是說 那到底是 就是說 彰顯出來了 就是說我們說 你要畫圖 你要把它視覺化很容易 可是這個視覺化意味著什麼 你要去詮釋 就牽涉到 我們一般說的 還是回歸到 文史學者的 我們說一個抽象的概念 就是血氧 那血氧 從很多的角度 就是不斷的累積 那你也可以 把你的血氧 累積成一個怎麼樣的資料庫 然後之後呢 電腦就可以利用你的血氧的資料庫 來對這些圖像進行詮釋 就現在人工智慧的畫展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可能的 好 這是給大家看到 這是 之前台灣很有名的一本書 把它視覺 社會網絡化 就是叫什麼 總統的親戚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也是社會 關係網絡圖的 這個 這個表 表現方法 這個 就是說 社會網絡圖 它當然還可以加上圖片 有不同的 方式的表現 那這個是 中國大陸的政治高層的關係圖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說CVDB 就是 原來設定的目標呢 就所謂的 這個空間時間分析 那空間分析呢 就叫GIS 我們現在簡稱GIS 就是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資訊系統 那通常我們武文史學科的 那地理資訊系統 是用來做什麼的 能成 你想想看 如果有個地理資訊系統 用來做什麼 找這個地方 有什麼 有多少人 很好 這個能成是一個好的撞腳 就是要勉強回答 GIS 大家想一想就可以知道 這個很厲害 這個就是怎麼樣 我們說 19世紀的社會烏托邦的理想 譬如說 你現在台北市要再蓋一個公園 那你要蓋在哪裡 你看 同樣可以輸入變數 讓電腦自動去計算 人口密度 還有現在已經有的公園 還有地形的安全度 地貌的安全度等等 你就可以想這樣 這樣輸進去 電腦就說 好 我建議你三個地點 或乃至於 這個世界上還沒有辦法 解決 而台灣 大概很快的就要面臨 不會要放在哪裡的問題 然後這個牽涉到 就是說你 地殼的穩定度等等等等 弄進去 乃至於預測怎麼樣 下一次 再有水災的時候 最容易 吐司流的地方是哪裡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後面怎麼樣 也都是資料庫的支撐 他不是電腦那麼神可以算 而是怎麼樣 你把過去的 就是說 的歷史資料 都放到系統裡面 他就開始 就是說 等於是電腦開始學習了解 說那台灣的地形地質是怎麼樣 所以他 有很多的用途 這個就我說的 專業的GIS的用途 或是怎麼樣 研究都市景觀變化的 然後就可以把很多的 地形圖重疊在一起 那以前 有沒有人知道以前 繪製地圖是利用什麼方式 我們這個年代應該還看過 就用透明紙 所以蓋上去描 描舊地圖 透明紙 現在應該還有 透明紙 英明你有用過嗎 有啊 應該有 或是你有刻過鋼板時代 就知道有那個東西 可是呢 現在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重疊地圖 是 非常簡單 而且精確度高很多 那文史學科 用GIS 通常會加上 歷史的因素 那歷史的因素 加上去 我們用的其實是比較簡單 大概做呈 大概做呈現 和怎麼樣 和觀察 那我有一個在 中研院 台師所的朋友 他說他不管問什麼問題 第一個 一定怎麼樣 先看GIS 他不管要研究什麼問題 那他就說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就是說譬如說 他 某個河川的歷史 他怎麼研究 他說我就先看GIS 然後看他在不同年代的時候 他的走向和人口密度之間的關係 和人口聚落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就有說了 就是說 也常常在跟研究所同學講 研究一定要 只基於怎麼樣 簡實的資料之上 那這個資料庫就是讓我們能夠 在 就有堅實的資料庫基礎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當然如果你是做哲學詮釋 概念分析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大部分 我們的文史研究的 很多的 分枝 都和堅實的資料基礎有關係 所以 所以這個就 等一下大家很容易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這韶星18年的登科路 你就很明顯地看出他的禁士分布 韶星18年就是朱熹考上禁士的那一年 那在整個宋代呢 有兩份完整的怎麼樣 禁士名單被保留下來 第一份就是韶星18年 那這個呢 是在資料庫裡面所有南宋禁士的地理分布圖 然後你就可以把兩張圖疊在一起 然後看看 就平均來講 韶星18年這一年是特殊的一年 還是不是特殊的一年 那不管是 如果不是特殊的一年 你就可以進一步說 那為什麼 韶星18年這一年的地理分布 怎麼不一樣 這個是 進士 考上進士的人數和怎麼樣 人口密度的關係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這是朱熹的 收信人的地理分布 這個是張氏 蘇信收信人的分布 一比較你就會看到 朱熹用他的書信 所怎麼樣 所碰觸到的地理範圍 遠比張氏來得多 所以這是一個世界化的呈現 那這種呈現呢 讓我們可以很快的 就是把握到一些 我們研究主題的這個重點 好 那這個投影片呢 會放在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資料夾裡面 所以 這個就是所謂的 關聯性資料庫 基本上 你就看看它就是有一些主要的表格 然後再利用一些次要的表格的連結 那簡單來講 就讓這個資料庫的分析性 可以非常多樣 因為你看看只有五個要素 我們剛剛講的只有五個要素 人 社會關係 親屬關係 地點 觀止 可以做出 這麼複雜的東西 然後回答出這麼多複雜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對關聯式資料庫的介紹 到這裡 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應該是示範第一個功能以後 我們應該是示範第一個功能以後 就可以 下課休息十分鐘 好 那請大家現在看螢幕上面的右邊 有兩個叉叉 那第一個叉叉呢 那是SS的這個程式 那第二個叉叉呢 就是我們剛剛進入到SS以後的這個次功能 所以譬如說我們剛剛展現的是這個關係表的關聯 那我們要把這個關掉呢 就把它關掉 關掉以後呢 它就又會回到它的底層 這個底層 我們剛才看它的資料結構再把它關掉 那就是一直關就會關到怎麼樣 我們的這個預設功能表 好 那如果我們不小心把預設功能表關掉了 怎麼辦 那這個預設功能表 在SS裡面其實叫做表單 表單就是客製化的呈現資料的方式 所以呢 萬一你不小心把它關掉呢 你就到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功能表 這功能表應該是可以說 可以說起來 就在這邊 可以說起來 可以打開 功能窗格 那打開以後呢 你就選表單 然後表單裡面呢 它叫 navigation pane N開頭的只有一個 所以你就再敲兩下 這個表單 就又會出來 好 我們剩下三分鐘呢 就來示範一下 第一個功能 所以下課的時候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或是 隨意的玩一玩 好 那我們把這個表單打開以後呢 敲兩下 它就會放大 晃到最大 晃到最大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 右上角有第二個叉叉 好 那第一個 最簡單的功能就是 查詢個人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 其實它目的呢 是在進行那些量化的 集體的研究 不過 它也可以查詢個人 查詢個人的話 第一個 就在姓名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選項 那這邊有一個查詢姓名 這個查詢姓名就類似我們說的執行 所以在 這些預設功能的 大概幾個方式呢 就是你把選項 選好以後 就讓它執行 執行以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結果 有了結果以後呢 你就可以決定 要不要保存這些結果 保存這些結果以後 就可以決定 要不要把它畫成地圖 或是畫成社會關係網路 所以就 五個步驟 設選項 然後執行 然後 得到結果 然後保存結果 然後怎麼樣 視覺化 視覺化 結果 大概就是 每一個功能大概都是 這五個部分 在進行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第一個最簡單的 功能的選項呢 下面雖然看起來像是一個表格 可是這些都不能輸入 結果它 因為現在是兩個 檔案連結起來 所以它不希望你加入個人的資料 可能會破壞它的資料結構 那它的資料 結構一被破壞了 它這些預設功能 可能就不能執行 所以它預設就是不讓你輸入資料 好 那姓名呢 就是用中文的方式 你就打漢字進去就可以檢索 那Name呢 就是怎麼樣 就是漢語拼音 譬如說王安石 那打進去以後 你用中文或是用碳語拼音 然後就可以查詢 奇怪的 有一點慢 好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王安石 跑出來 好 這個 基本上就最簡單的查詢 可是簡單裡面 有不簡單的東西 請大家看一下你們的畫面上 你們看到哪些東西不簡單 著作 你就可以看到怎麼樣 他把一個人的資料怎麼樣 類型化 所以他不是丟一堆說 這個就像我們讀一個人的傳記 這個人就這樣 然後傳記 如果是在證實的話 基本上自依照時間的序列 他不是 他把他怎麼樣類型化 和這個人有關的社會關係是什麼 和這個人 這個人有什麼著作 這個人 有什麼官職 這個人 這些官職是在哪些地方跑生的 噔噔噔噔噔噔 所以他等於是怎麼樣 把他模 我們說把他模 應該模式化嗎 給他一個pattern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講 就是資料庫的訓練 所謂的資料庫的訓練 就是說以後你噴到一個人民的時候 腦袋裡面馬上 展現出來的是這些類別 就我們剛才講的 變數的 類似變數的概念 你怎麼樣用這些變數去描述這個的 那你有了這個變數的概念以後 你就可以進行怎麼樣 變數的比較和變數的串結 就變得很厲害 在什麼地方曾經出版過什麼書 你看 我們可以問很多不以人為中心的 這個歷史問題 好吧 大家就把螢幕還給大家 大家玩一玩 那累的話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電腦教室裡面不能飲食 所以喝白開水也不行 大家對內有飲水機 所以大家喝水的話就請到教室外面 然後廁所的話是在教室的後方 幾千萬耶 幾千萬耶 這個資料庫幾千萬 哈哈 那這個就我們說的這個類型化的累積 那這個其實對我們文史學科的人 我們這個平常不自覺 可是這其實很重要 像看以前的人編什麼 編類書 所以你不管講到什麼 他其實你講到天 他後面跟隨著天 然後一大串的分類 在天後面 他就可以想到很多的東西 想到地 他就給一大堆的地 地下面的分類 還有山 還有川 等等等等 那這個其實就是訓練我們的 也是訓練我們的 文史功利的 一大 一大助力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分類 這個地址 這邊記載通常是它的兩個最重要的 籍貫 一個就是它的本籍 譬如說朱熙 它是身在福建的 可是它本籍是怎麼樣 物舟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SS的資料結構 它其實會在下面跟你說 你這個小分類 總共有幾條 你現在看到的是幾隻幾 譬如說朱熙的別名非常的多 好 我這個設定 然後到後面呢 看不到 好 這個 好 我改一下這個設定 這很麻煩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不是很好了 不過過了這個暑假 我的眼睛就會變得很好 要直接動 動手術 白內障手術 一二五 希望是 下次你們看到我的時候 我是沒有戴眼鏡的 換了一台新電腦 這個新電腦速度怎麼比原來的電腦還慢很多 還給我當掉 本來就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叫子資料表的概念 就是它一個表單裡面 它就可以安排 這個就我們說 關聯式資料庫很厲害的地方 它的呈現呢 它可以透過表單的安排 來把在不同資料表的資料怎麼樣 串聯起來 而且串聯起來以後 用它想呈現的方式來呈現 好 這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你們的螢幕 好 你看 你輸入的印算是 參照到已關閉或不存在的物件 就結束 然後呢 進行怎麼樣 資料表的串聯 全選 這次好像開的是CVDB BASE 好 覆蓄一下剛剛說的 完成串聯以後 關閉 就可以進行查詢 大概是開了很多的 把Google Earth 這是Google Earth的桌上版 那現在其實我們可以直接用線上版 所以桌上版也不一定需要 剛才是 一定要用滑鼠敲的樣子 用那個unentered鍵不行 有沒有在跑 正在計算嗎 啊 會長的慢 好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它的類別 類別下面都有它的總數 和你的資料的個數 你可以到最後面 你就可以看到5-5 它的住數 3-3 這個當然是不是怎麼樣 歷史的現實 這是怎麼樣 資料庫裡面有的資料 這個也是 使用資料庫很重要的一點 這個他們念資訊系列都知道怎麼樣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你倒進垃圾 你得到的也是垃圾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要了解你的資料庫的 原來的資料 是怎麼來的 你才不會怎麼樣 才能夠散盡 資料庫的優點 然後避免掉資料庫 本身使用的時候可能有了陷阱 這個是我們在用全文檢索的時候 也是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些類別 那所謂的社會區分呢 就是他會給他一些社會區分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譬如說資料庫裡面 宋代的資料最完整 所以你可以一下子就說 我要研究宋代的書法家 宋代的書法家 利用社會區分的檢索 宋代的書法家 資料庫裡面有的 資料庫裡面有的 一下子都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如果你是專門研究宋代書法的人 說這個資料庫不完整 你再把你的資料自己輸入 你就可以和怎麼樣 其他的資料 一起就合起來分析 不過目前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他已經把那個輸入資料的功能 因為很多的因素 他把它鎖起來了 那德國有一個學者 現在希望做一個線上版 做一個線上版的話 就第一個 因為這個是用SS 用Mac的不能用 那線上版 它就是要怎麼樣 可以讓你自己在增加資料 就變得比較容易解 好 所以這個就社會區分 然後財產 這個在西方歷史很重要 所以他們那時候 因為在哈佛建的就想說 做那個比較歷史研究的話 這個很重要 可是 中國的史料裡面 關於財產品記錄怎麼樣 非常少 所以幾乎是空的 出處 資料庫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的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要詳細的記載 那如果你們回去看我剛才說的那個資料表 就是說個人傳記資料的 那個主要資料表 後面還有誰 是誰輸入的 是哪一天建置的 後來有沒有被修改 是誰修改 什麼時候修改 所以說這個就是他們 在資訊工程是非常重要的 記錄怎麼樣 你的資料來源 還有你的資料 是怎麼樣跑出來的 那當然在CVDB 基本上不是這個 很完整 社交機構 這個也很重要 而且理論上這個就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群體傳記 寫的一個重點 怎麼忽然變得很熱 我還是需要二十六個 可是這個也沒有傳記 這個就像什麼 譬如說台灣文學的一個 標準的研究題目 詩色的研究 到底這個詩人參加過 古典詩人參加過幾個詩色 那這個就是你看 就是說你的 所謂的社交機構 就是類似這樣 你的群體 本身就是一個群體 傳記寫的 研究的 這個好單位 可是 這個CVDB 最方便的資料 也應該是幾乎沒有 因為 不是很好見證 就剛開始 有一些想法 可是 這個就牽涉到 就是說你要投入多少的資源 然後那個資料 投入資源以後 所產出來的資料 到底 對研究上的幫助 是多大 這個其實有一個效益的考量 那主持 在哈佛主持這個計畫 就是我的指導教授 所以他 就是那個行政的能力要很強 不然你看看這個計畫 現在已經第13年了 每年都要目前 所以我們就說這是幾千萬 清很多的人幾千萬 等一下我們看 就你們在使用的時候不感覺到 可是如果你們去看他的 資料的串連 還有他資料的那些 想想看他的資料是怎麼來的 就知道這個幾千萬 絕對不是虎人 好 我們現在趕快看一下 這個 第二個功能 那同樣的 就我們剛才的那個概念 第一個要注意的就是選項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功能的選項 是在上面 那你 執行了這個選項以後 你就可以叫他查詢 查詢以後就會有結果跑出來 那 陸式方法 這個也是地製中國 四人精英的一個重要的 我們今天大概不會想說 這是一個重要 也很難講 陸式方法的話 緩成我們今天的話 是什麼樣的概念 我曾經在一篇 學術性不是那麼重的 論文裡面寫說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大部分人都進大學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每個人都是 士的時代 沒有農工商 農工商變成少數 漢錢的地製中國 非常不一樣 好 所以 如果我們把 陸式方法 轉成我們今天的語 我們應該是 什麼樣的語 是什麼東西 選舉 玉敏 選舉 錯 陸式 我說已經普世化的 就地婚工作是什麼 這個是可能是很重要 就是了解 我們要了解當代社會 就你的地婚工作是什麼 你怎麼樣得到地婚工作 你是應徵 你是官縮 你是內定 你看 就可以做很多的 這個社會研究 那當然啊 你就說 就是玉敏剛才講的 如果要更那個的話 你就說 你怎麼樣進入政府單位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 結構已經改變太多了 這樣比較不一定 好 好 那簡單來講啊 我們第一個選項 就是選擇陸式化 他到底是怎麼樣成為一個 政府官員的呢 好 我們又會看到怎麼樣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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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左邊這邊 你看 就是分門 別的類 我 我現在對雙唇衣 越來越有問題 唇衣非常有問題 好 所以 譬如說我們說 宮廷門 你就可以看到 有哪些細目 那如果有加號的呢 就表示 他 這個主要類別下面還有次類別 那你就可以 可以用類別的搜尋 我們找一個比較有趣的 這個其實是 以前 帝制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 進入官場的 恩應 就你沒有經過科舉 可是你 你父親是大官 皇帝就說 你這個官位你可以推薦一個 你的親戚 進來當官 周敦儀 因為我是做理學的 周敦儀當官好像是因為他舊舊的關係 好 那你看我們有了這個類別 你就可以選舉 那上面這個呢 就是 Select all 這個選項就是選 選擇 這個 子目的所有 那選擇了子目的所有以後 還要進行選擇 執行選擇的是下面這個鍵 所以這個有時候會搞混 那設計不是很好 可是 事實上我們要按這個鍵 他才會把它帶入 就帶入這個選擇入式法 那同樣的 這些欄位呢 你不能直接輸入 因為他就是避免你輸入怎麼樣 根本不在這個分類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看他就變成恩應門的 選擇入式法 選擇入式法以後呢 你可以怎麼樣 再選時間 時間 我們讓他從 找小一點 剛才開錯了 我們讓他從宋代以後找到 好 找到 清代的末年 好 那再來 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有選擇 就是利用 始終年 利用始終年就生年逐年了 就是如果資料庫有的話 那另外呢 還有利用入式年 譬如說 我們知道哪一個人考上進士 可是我們不知道他生年逐年 那利用這個入式年 就比較精確的 就看到他的 入式年是不是在 在 這個裡面 然後 下面的另外一個選項是利用指數年 指數年的話 概念有點複雜 不過 你們回去可以看手冊 那他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生逐年不祥那怎麼辦 所以他就想像出 因為 生逐年不祥的人還蠻多的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把這些人明明在資料上有 可是你不把它放到資料庫 就會出問題 可是你把它放到資料庫呢 你又沒有辦法利用時間 這個選項去把它挑出來 所以 你看這個就是 你現在就知道資料庫設計的 工程師在設計的時候 他們想到問題以後 他們怎麼解決 解決的方式 就給他一個指數年 譬如說我有一個同輩的朋友 那我就說 這個人的生逐年大概就是 和他的朋友差不多 那這樣 不能很準確的確定他的生逐年 可是 可以利用一些間接的方式 把它找出來 那 在CVDB裡面 生逐年基本上是一個人60歲的時候 你知道以前的60歲 就和台灣歲是一樣的 是虛歲 不是10歲 所以如果你是除細生的 你第二天就兩歲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人60歲 然後他有一大堆推算的規則 譬如說你是某人的弟弟 然後你不知道生主 可是你哥哥的生主 你知道他可能就減二減三 這樣來算 好 所以就利用指數年 可以幫我們找到 所以 在利用CVDB的時候 如果 你的主題和這個時代很相關的話 通常你會 就不同的選項 這我說的 不同的選項 你就是 多試一試 然後再把它綜合起來 那我們上次已經說過 用Excel綜合很簡單 然後馬上就 把你就是 重複的就刪掉 你就可以得到一張 比較完整的表 那這個就是不得已中的 想辦法解決的方式 所以這邊呢 就是時間的選項 再來呢 有地點的選項 那地點的選項 同樣的 你不能自己輸入 你就是要選擇地名 那選擇地名 他後面呢 有個 你可以過濾 你可以檢索 你也可以過濾 那所謂的 這個檢索 就是說它就會出現 第一筆查到的資料 所謂的過濾呢 譬如說 輸入新裝 兩個字 那資料庫裡面有新裝的 這一筆資料就被過濾出來 那譬如說 那這個可以講一下 這個和研究也很有關係 在CVDB裡面 建地名的原則 是以朝代為最大的單位 所以再來 再依照它的行政區域來進行 比如說宋代有新裝 那宋代的新裝 和元代的新裝是兩筆資料 那如果在元代新裝的時候 這個新裝的區域有改變 譬如說 過了五年以後 新裝被切成兩塊 那這樣的話 那個新裝 前面的新裝 就會有一個起始年 開始的年代 結束的年代 然後後面呢 就這兩個地方呢 就又會怎麼樣 各有起始年 那如果後面這兩個地方 過了十年以後 又被合成一個新裝呢 那在CVDB裡面 就會有另外一筆新裝的資料 然後這筆新裝的資料 這個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不是 我們來過濾一個什麼 過濾一個泉州好了 我們來過濾一下泉州 你就可以看到 他怎麼樣 他就 泉泉州 我們就說選全部的泉州 好 然後就看看泉州 就可以查詢了 選項選完就可以查 糟糕 沒有用 沒有 沒有錄到聲音 沒有關係 不管 林靜智大人在這邊 有點可怕 好 就可以看到就是怎麼樣 有三筆資料 三筆資料 就這些人是怎麼樣 在泉州 然後在宋代以後 清代結束以前 然後利用恩印的這個方式 進入怎麼樣 政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快看資料 然後你再看一下資料 就一個邱聯師比較奇怪 好 那查了資料以後呢 就可以怎麼樣 這個 看一下上面的地名的選項 還有輸入地名 那輸入地名其實是他們的翻譯 在台灣應該說賄賂地 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選很多不連接的 你可以選泉州 湖州 北京 你可以選這三個地方 那個做法等一下我們會做一下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準備一個清單 然後你就說這些清單是我要比較 我的研究地點是怎麼樣 揮州 和 烏州 還有 這個 天津 這三個地點的比較 這個很OK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利用清單的話 你客製化的能力 就更強 等於是你先經由人為的篩選 然後再教他依照這個人為的篩選 去進行資料的擷取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 這個太少了 我們還是選擇一個比較多一點的 比較 好 我們先 重新來做一下 好 我們說正常科舉 然後進士科 這邊有兩個進士 表有一點小 因為他前面有英文翻譯 那這個也是一個資料庫厲害的地方 他就直接把怎麼樣 把這個官民的英文的譯名 就固定下來 所以以後 比如說你要寫英文論文 你不知道一個中文的官民怎麼樣翻譯 你就直接用CBDB 那也可以查到 因為他是雙 基本上是雙語的 好 那這裡的選舉 就是說我們可以怎麼樣選一個 那我們可以選呢 一堆 可是我們在裡面沒有辦法做的這個CBDB 設計上的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選這一個 然後隔兩個再選一個 就是他選他一定是選這個區域 他不能跳著選 那這個也是我們剛才說的 用清單的話 就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可是目前就是說 他在預設功能上是不行的 好 我們選進士好了 我們做一下元代以後的進士 進士有兩個 他為什麼不讓我選 兩個也不行嗎 一個也不行 真的 他只能選一個 好 兩個也不行嗎 啊 兩個也不行 好吧 他只能select all 或是select一個 只有在上課的時候會用 平常其實很少用 真的是只能選一個 好吧 選一個籠統的 特重進士 就我們說一般的進士 然後再 查詢一次 全州沒有這個時間 好 所以呢 我們剛才已經選了特定的地點 那我們要取消呢 我們就選所有地名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查詢 然後只有這幾個 這個因為怎麼樣 宋代的資料最多 所以你如果查其他朝代的話 可能就會少很多 好吧 我們 讓他從宋代開始 宋代 就一下就找到 這個特重名進士 451個 好 那這個所有地名下面呢 他還有一個 Use XY References 他可以 用經緯度去查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設計呢 那有這個設計就是因為 比如說像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情形 新莊被切成兩塊了 有兩個新的地名 這兩個新的地名在表面上 跟新莊是不一樣的 可是在經緯度上面 他們是怎麼樣 近零的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是要查區域性的東西 就可以利用這個功能 那即使他地名改變了 他還是會查怎麼樣 就在這個XY周邊的 這些 比如說你用新莊的 XY去 X軸Y軸去走 他就會走 臨近的地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得到結果 有了結果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輸出 那資料輸出 我們剛才說過了 你可以敲這邊 直接貼成怎麼樣 Excel表 那你也可以他有預設 有一些保存的方式 那你看他的格式就是怎麼樣 保存於GIS 那GIS後面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呢 是 這個簡體字的內碼 第二個呢 是萬國碼 那下面呢 是KML KML就是怎麼樣 就Google在用的地理坐標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輸出來 我們現在 這個等一下讓大家玩一玩 結果你把它選KML 然後你把它存起來的話 在文件我們就說 送以後的近視 送 近視 我們把它存起來 他就開始存了 他就會把它存成 就是Google 可以吃的格式 真的很慢 存了以後呢 我們 就可以用Google把它打開 你可以用Google 打開 你也可以用怎麼樣 Google Map打開 那用Google Map打開呢 你看我有登錄 那如果有登錄的話 你就有時候可以把資料 直接存到怎麼樣 像那個 你的雲端硬碟 賄賂 然後我們就把剛才的 送近視 開啟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他就在Google上面怎麼樣 就顯現出了 那我們今天 當然就是說 我還 推薦大家用 就是Google 它算是一個很簡單的怎麼樣 GIS的系統 那我們今天也 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就比較複雜的 QGIS 那QGIS 它就比較類似 是專家用的地理資訊系統 不過它是免費的 然後它的圖當然也比Google 二十要精致很多 然後 你可以控制它 顯現的選項也很多 比如說你就可以讓它 統計 就在每一個州裡面 到底有多少 等等等等 Google二十 也能做 不過你要做的話 就是 要用那個台大 國發所那個 鄧志松老師 他有開發出來 就結合Google二十 可是可以做 也可以幫你做一些統計 就是說你的單位設好 那你在 比如說 這個一個 平方公里裡面的人數是多少 他是可以做的 那這個Google Map 顯然有一點問題 怎麼 怎麼放大以後的 你看他就跑不出來了 好 我們把螢幕還給大家 讓大家怎麼樣 練習練習 你們試著找一些 看一下就是 是有經驗那個怎麼樣 樹狀的分類結構圖 那想像 就是古代的官 到底有哪些官 然後另外一個 就我們說在荒好論上就想一想 就說 那這樹狀圖是怎麼產生的 這個就牽涉到我們以前所說的工具書 這個當然可以 譬如說有宋代子官表 或宋代子官詞典 那有這種書以後你就知道他就可以 裡面就說那個編者可能就會有自己分類 那更不用說 有西方的研究者 那西方的研究者 因為他們必須要翻譯 所以他們也是很早就有那種標準化的 中國官民的詞典 當然不是很詳盡 但是那就是他們剛開始的資料 那有了這些剛開始的資料 他們就可以不斷的破綻 好 大家可以試試 譬如說 找出資料庫裡面總共有幾個宦官啊 大家一起做這個題目 你找出來以後請舉手跟我們講說 資料庫裡面有幾個宦官 那你可以看他設定的年代是怎麼樣 從公元-2000年到1911年 -200年 公元-200年到公元前200年 和復200年 不蠢說復200年 公元前200年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哪一年啊 重要的日子 立志中國的開始 公元前221年 所以大概是秦朝到秦朝 公元前221年 試著 把你的資料輸出來 然後放到 Google Earth上面 你也可以放到 Google Map 或是Google Earth都可以 晃一下晃一下 好 好 有問題的話請舉手啊 我和那個漢翔可以過去幫大家看一下 然後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就記住我們的五個大的步驟 就是設定選項、執行、觀察結果、輸出結果、視覺化結果 不一定要登錄 它那個旁邊應該是有個類似一條一條三條線的選項目標 對對對 然後 不是不是不是 要選那個 我看一下 我的什麼好像已經當掉了 好 那個讓大家看一下Google Map的功能表 那Google Map的功能表其實在這裡 所以你就按這裡的功能表 那你可以登錄 你也可以不登錄 那登錄的話 它會有應該是有更多的選項 可以保持你的那個 這邊的話應該是你的地點 就是在功能表裡面 選擇你的地點 然後選擇地圖 然後選擇建立地圖 然後它就會很慢 選擇地圖以後呢 就可以賄賂 你那個 移到賄賂那邊 它就跟你說它可以吃什麼樣的檔案 那你就選擇賄賂 然後再選擇檔案的位置 然後它就會上傳 上傳彎 等它載入 可能是我的電腦比較慢 非常的慢 大概就是這樣子操作 不過就是讓大家 小小嘗試一下視覺化的過程 那這個GIS的軟體以前都是很貴 因為就可以看到說 它是做很多重要的事 所以各位剛才看到在Google Earth 或是Google Map 不是很理想 可是它已經很不錯了 等於是對大眾開放的這個知識工具 那如果我們等一下有時間 再看QGIS 或是大家回去 可以看我們已經做好的這個錄影教學 那你就會覺得 哇這個更厲害了 好做出來的請舉手 所以在資料庫裡面換官大部分都是從哪裡來的啊 你看我們現在就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 兩個而已啊 沒有人 怎麼會沒有人 放官 這個什麼 你不要按警尾錄 現在我們有第一個答案是0 還有呢 117 好 那117大部分都是在哪邊啊 啊 就是這個就是我們說地圖和表格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你從表格 你很難你很難回答 就是說大部分在中國的東南方西北方或是北方 好 那可是如果從地圖上的話 你大概很快的可以就可以回答 比如說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近視的表很明顯的就是在海岸 還有怎麼樣 四川 就是離海岸和四川都是空白的地方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四川 好吧就請大家繼續玩 那大概就是這樣呢 你們可以改變就觀察一下你們的項目 重要的就是學會我們剛才講的那個五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設定選項 第二個就是執行 第三個就是觀察結果 你執行以後結果就會出來 我們就觀察結果 第四個保存結果 第五個就是對於結果在加以加工 你可以把它弄到Excel表啊 你可以把它視覺化啊 那就是就是操作都是類似的 那我們等一下會操作雖然是類似的 可是你輸出資料以後 他們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大家沒有很好的跟上 也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有錄影 然後我們之前要特別請那個四川大學的李莊翰老師錄影 所以你們回家自己看錄影 那他就更清楚 而且沒有時間的壓力 那你們都知道這個很厲害 那你們都知道這個很厲害 所以你也可以做怎麼樣 這個文武武的那一方面的這個資料 那這個在中研院當然明代有人做 宋代比較少人做 你也可以看到文武的情況 你看就現在問的問題就可以變得非常不一樣 宋代的文武關係和明代的文武關係 有沒有什麼樣顯出的差異 你還是零嗎 好 那那個我們就連接著下課 那大家累了可以休息一下 那有問題的話就舉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